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很多人喜歡聽音樂劇 悲慘世界 貓 歌劇魅影等等 臺灣也有優秀的音樂劇 但是全英文演出的作品就比較少見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重返熱藍哲 從來自我生命的地 去一個地方我曾經想過 讓這長的長迫迫迫迫 父親現在我回來了 為何他為了我們離開遠的地方 哪裡是殘忍 我會讓他愉快 讓他愉快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监制Derek Derek你好 还有叶文豪 文豪你好 可不可以请Derek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是在什么剧情下出现 然后他在唱什么 其实我们的男主角 这位河南军官 他坐着船 快要到达这个热蓝这层的时候 他看到远远的 这个佛摩沙 他就说好美丽的 这块是我出生地 但是他不确定 他能不能找得到他父亲 或他母亲 所以他在唱 I'll make him proud 就是说我很希望说 以我过去的这样战绩等等 我希望我找到我父亲 而且他也知道他父亲是荷兰人 所以他希望说他父亲 知道他回来的话 可以以他为傲这样子 所以我们重返热蓝这的故事背景 大约就是一位 荷兰军官 他要回到台湾来寻找他的父母亲 是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在台湾的音乐剧里面 要演全英文的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不多 制作要做成像现在这次这么大的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这次的话其实是上千万的这样一个制作费用 然后 等一下上千万 文豪依据你的经验 台湾的舞台剧或音乐剧要做到上千万 很少见 非常少见 除非那个什么 政府补助 没说 那个还要再多一个零 看我们有多神奇 对 你说上千万 对对对 当然舞台就上百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其实这一出戏的话 他有他的相当的一个 也是首创 非常多的首创 在创作上头 在制作上头 在这样一出音乐剧的这个定位上头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首创 说到首创 其实我们这次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歌是英文 是 文豪 然后还有很多台湾优秀的剧场演员 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不对 是是 我再回答 其实在人力物力上面 我这次自己身为一个演员 感受到最多的是 因为平常台湾的音乐剧是比较 比如说我们会制作一个 类似卡拉带这样子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 他可以播放 对 可是这次 因为人力物力的整个的进来之后 我们很幸福 每次排练的时候 旁边都有一个现场的伴奏 然后在于一些演员的即兴发生的时候 他会因此可以改变一些音乐 然后被记录下来 然后到最后选择最好的部分 然后放进这个演出里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因为几乎从来没有过 是吧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从来没有说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伴奏 或者是一个创作者 在旁边陪着你排戏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因为音乐的一些激荡 会产生出更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后来也才发现 原来这根本其实也就是 国外的一个百老汇音乐剧 工作的一个过程 基本配备 对他们来说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这次请到的导演是 导过很多百老汇 百老汇的戏的导演 所以他也认为 其实工作就是要这样 这样才能够击撞出一个好的作品 所以觉得哇 这次在人力上面 然后在舞台上面 我们很早就进到一个 就是实景大寿的一个舞台 对 我们在里面几乎工作了 大概有快十天 也是从来没有过 对 以前都是在排练场 有没有 在我的生命里没有过 我们都是演出的前一个礼拜 然后到现场 然后进到里面去做踩爬 然后跟着舞台 要尽快去熟悉它 对 但是这次可以提早这么多的时间 不管在音乐或者舞台上面 我们都有更充裕的时间 去跟它产生感情 然后到最后反过来去回馈到这个角色 我觉得很幸福 对 刚刚讲到我们请的那个导演是 百老汇的专业的导演 他叫Jeffrey Dunn 然后他其实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导戏了 对 然后他如果大家耳熟能详的 可能就类似像 这个国王与我 曾善美 还有芝加哥 或者西城故事 是是是 疯狂离法师 对 奥克拉厚玛 这些的 对 所以跟他一起工作 台湾 我们台湾的团队应该学到很多 还是受很多折磨 哈哈哈哈 我们只 哈哈 没有啦 折磨 当然折磨之后的 过程就是一个学习 那对我自己来说 我是比较耐磨的 就是我会觉得 你知道以前在义工队的时候 就是不合理的是磨练 合理的是训练 那其实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剧场里面 其实你是身为演员 你其实必须要非常自律 以及要求自己的 对 但是现在 你刚刚说我是 是一个资深剧场人 但其实 我反过来在看 最近一些 进入剧场的一些 新的 比如说小朋友 或者刚毕业的 我就会发现说 大家对于 现在在做剧场这件事情 其实观念已经在 不太一样了 怎么说呢 对有一些改变了 对 但反过来看到 最根本的就是 你对于一些 自己自我的要求 对 那像这次的这个导演 过来这边之后 他 对于这些 直接的一些 他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或是对于能力上面的要求 或是英文 英语的能力 他看到你不足 他就会直接跟你讲 他说 我回去再练 回去再练 他不会 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 会比较 人情味会比较重 会广乱一点说 你这样子可能 还不太够 但没有 他说不够 要练 他就直接跟你讲 所以在这样 直接的过程 我觉得对演员来说 有部分 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 我这么直接 好像有点受伤 但是你习惯了之后 其实他就是让你进步的一个最快速的提醒 没错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 对 在舞台上 你就是要跟观众交代 我帮你呈现出舞台上最好的那一面 对 那他甚至细微的就是他规定 排戏的时候 每一个人左手就是拿着你的剧本 File夹 右手就是拿你的铅笔 基本的知识 他规定到这么细 对 然后排戏的过程 你就是不能看你的演员 一开始 不能看你的演员 对 比如说我跟你对戏的时候 我对戏的时候 我的对象是你 我就会这样子跟你说话 因为他觉得 如果一开始我们对于剧本 还不是这么的通透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做表演 这个事情其实是会打断的 对 他宁可你先学好好的怎么爬 然后再来到走 然后再来到飞 它是一个过程的 那在这样子的被要求的一个细节里面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或是作为一个音乐剧演员 我觉得 我有一些方法可以依靠 对 然后我 我很珍惜这些方法 不见得这个方法以后 都完完全全适用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 那在台湾 我自己工作的过程里面 没有这么实际的 可以依靠的一个步骤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能够找寻 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很幸运 竟然有一个 远从纽约来的导演 对 有这样子的缘分 然后 也就是其实我们过去都是 自己从经验里面去摸索 对 然后建立一套自己的 大概的 大概的模式 对 可是现在有一套 专业的方法教你 你应该要如何 第一步第二步等等的 对 这是一个很有系统性的 快速的学习 对 非常 对 对于我们演员 我觉得帮助很大 其实我从以前 就是甚至一首好的歌 可能 也许到三个月才写出来的 是 一直到甚至 一个礼拜 然后三天 然后一天 然后导演每次都说 某某名人 他都做到了 你也可以 我说我不是名人 对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 你还是第二天回来 又交给他一首新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